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我们讲到秦国的秦王政 将各个诸侯国都灭掉以后 自称始皇帝 他的后代将被称为二世、三世、四世 世世代代相传 这个是秦始皇的理想 我们看一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们开始 沙丘的阴谋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巡视 随他一起去的有丞相李斯、宦官赵高 他的小儿子胡亥要求一起去 秦始皇平时挺喜欢他小儿子 当然答应了 秦始皇度过乾塘江 到了惠基郡 再向北到了狼邪 从冬季出发 一直到夏天才回来 回来的路上 他感到身子不舒服 在平原津 并躺了 随从的衣官给他看病 禁药都不见效 到了沙丘的时候 秦始皇病是越来越重 他知道病好不了了 吩咐赵高说 快写信给胡苏 叫他赶快回咸阳去 万一我好不了 叫他主办丧事 信写好了 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出 秦始皇已经咽了气 专相女司跟赵高商量说 这儿离咸阳还很远 不是一两天能到 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了开去 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 倒不如暂时保密 不要发丧 赶回咸阳再做道理 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 安放在车里 关上车门 放下窗围子 外面什么人也看不见 随从的人除了胡亥 李斯 赵高和五六个内侍外 别的大臣 全部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 车队照常向咸阳进发 咸阳进发 每到一个地方 文武百官都照常在车外奏事 李斯叫赵高赶快派人 把信送出去 叫公子扶苏赶回咸阳 赵高是胡亥的心腹 跟蒙田一家有冤仇 他偷偷地跟胡亥商量 准备假传秦始皇的遗嘱 杀害胡苏 让胡亥继承皇位 胡亥当然求之不得 完全同意 赵高知道 要干这样的事 非跟李斯商量不可 就去找李斯说 现在皇上的遗诏和玉玺 都在胡亥手里 要决定哪个接替皇位 全凭我们两个人一句话 您看怎么办 李斯吃了一惊说 您怎么说出这种王国的话来 这可不是我们做臣子 该议论的事啊 赵高说 您别急 我先问您 您的才能比得上蒙田吗 您的功劳比得上蒙田吗 您跟胡苏的关系比得上蒙田吗 李斯愣了一会儿才说 我比不上他 赵高说 要是胡苏做了皇帝 他一定拜蒙田做丞相 到那时候 您只好回老家 这是明白的事 公子胡亥心眼好 待人厚道 要是他做了皇帝 您我就一辈子受用不尽 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经过赵高连哄待吓的说了一通 李斯怕让胡苏继承皇位以后 自己保不住丞相位置 就跟赵高胡亥和谋 假造了一份诏书给胡苏 说他在外面不能立功 反而怨恨父皇 又说将军蒙田跟胡苏同谋 都该自杀 把兵权交给副将皇帝 胡苏接到这封假诏书 哭泣着想自杀 蒙田怀疑这份诏书是假造的 要胡苏向秦始皇申诉 胡苏是个老实人 说既然父皇要我死 哪里还能再申诉 就这样自杀了 赵高和李斯急急忙忙 催着人马赶路 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 天气还很炎热 没有多少日子 尸体已经腐败 车子里散发出一阵阵臭味 赵高派人去买了一大批咸鱼 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放上一筐 车队的周围的咸鱼气味 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他们到了咸阳 才宣布秦始皇死去的消息 举行丧葬 并且假传秦始皇的遗诏 由胡亥继承皇位 这就是秦二世 二世和赵高 葬了秦始皇以后 做贼心虚 他篡夺皇位的事儿泄露出来 赵高篡到胡亥 杀害自己的兄弟和大臣 把十二个公子和十个公主 都定了死对 受株连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 过了一年 赵高又用诡计 唆使二世 把那个同谋的李斯 也逮捕起来杀了 赵高自己当了丞相 组长大权 大则相起 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 建造长城 发兵三十万 征集了民府几十万 为了开发南方 动员了军民三十万 他又用七十万囚徒 动工建造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旁宫 到了二世即位 从各地征掉了几十万修徒和民府 大规模修造秦始皇的陵墓 这座坟开得很大很深 把大量的铜融化了灌下去筑地基 上面盖了石室 木道和墓穴 二世又叫工匠在大盆里挖成江河湖海的样子 灌上了水银 然后把秦始皇葬在那里 安葬完了 为了防备将来可能有人盗墓 还将工匠在墓穴里装了杀人的设备 最后竟残酷地把所有造坟的工匠 全都埋在了木道里 不让一个人出来 大坟没完工 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厄旁宫 那时候全中国人口不过两千万 前前后后被蒸发去驻长城 首领南修厄旁宫 到大盆和别的劳役的合起来差不多有两三百万人 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 逼得百姓怨声载道 公元前二零九年 杨城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 押了九百名名夫送到渝阳去守 军官从这批壮丁中 挑了两个个儿大办事能干的人当团长 叫他们管理其他的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陈胜 杨城人 是个给当地人当长工的 一个叫吴广 杨下人 是个贫苦农民 陈胜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有志气的人 他跟别的长工一块给主种田 心里常常想 我年轻力壮 为什么这样成年累月的给别人做牛做马呢 总有一天 我也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有一次 他跟伙伴们在田边休息 对伙伴们说 咱们将来富贵了 可别忘了老朋友啊 大伙听了好笑 说你给人家卖力气种地 哪来的富贵 陈胜叹口气 自言自语说 哎 烟雀怎么会懂得红艳的志向呢 陈胜和吴广本来不相识 后来当了民夫 碰到一块 同病相严 很快就成了朋友 他们只怕误了日期 天天急着往北赶路 到大则乡的时候 正赶上连天大雨 水淹了道 没法通行 他们只好扎了银 停留下来 准备天一放晴再上路 秦朝的法令很严酷 被蒸发的民夫 如果误了期 就要被砍头 大伙看看雨下个不停 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陈胜偷偷跟吴广商量 这儿驴鱼羊 还有几千驴 怎么也赶不上期限呢 难道我们就白白地去送死吗 吴广说 那怎么行 咱们开小差吧 陈胜说 开小差被抓回来是死 起来造反也是死 一样是死 不如起来造反 就是死了 也比送死强 老百姓吃秦朝的苦也吃够了 听说二世是个小儿子 本来就挨不着他做皇帝 该登记的是扶苏 大家都同情他 还有烟国的大将向烟立过大功 大家都知道他是条好汉 现在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 要是咱们借着扶苏和向烟的名义 号召天下 处地的人一定会来响应我们 吴广完全战成陈胜的主张 为了让大伙相信他们 他们利用当地人 大多迷信鬼神 想出了一些计策 他们拿出了一块白绸条 用朱砂在上面写 陈胜王三个大字 把它塞在了一条 人家王起来的鱼肚子里 兵士们买了鱼回去 抛开了鱼 发现了这块绸子上面的字 十分的惊奇 到了半夜 吴广又偷偷地跑到 营房附近的一座破庙里 点起篝火 先装作狐狸叫 然后喊道 大楚心陈胜王 全营的兵士听了 更是又惊又害怕 第二天 大伙看到陈胜 都在背后点点戳戳地 议论这些奇怪的事 加上陈胜平时带人和气 就更加尊重陈胜了 有一天 两个军官喝醉了酒 吴广故意跑去激怒军官 跟他们说 反正顾了期 还是让大伙散火回去吧 那军官果然大怒 拿取军棍责打吴广 又拔出宝剑来威胁他 吴广夺过剑来 顺手砍倒了一个军官 陈胜也赶上去 把另一个军官杀了 陈胜把兵士们召集起来说 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送死 死也要死有个名堂 王侯将相难道是命里注定的吗 大伙一齐高喊说 对呀 我们听您的 陈胜叫弟兄们搭个台 做了一面大旗 旗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杵字 大伙对天启士同心协力 推翻秦朝 他们攻推陈胜吴广为首领 九百条好汉 一下子就把大泽乡占领了 临近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 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 青年们纷纷拿着锄头铁爬 到营里来投军 人多了 没有刀枪和旗子 他们就砍了许多的木棒做刀枪 削了竹子做旗杆 就这样 陈胜吴广建立了历史上 第一支农民旗军 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 鸡肝而起 齐军打下了陈县 陈胜召集陈县父老商量 大家说 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 征伐暴虐的秦国 这样大的功劳 应该称王 陈胜就被拥戴称了王 国号叫做张 刘邦特项明 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以后 各地的百姓纷纷杀了官吏 响应起义 没有多久 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陈胜派兵潜将分头去接应各地起义 他们节节胜利 占领了大批地方 但是因为战线长 号令不统一 有的地方被六国旧贵族占了去 起义不到三个月 赵 齐 燕 魏等地方 都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 自立为王 陈胜派出周文率领的起义军向西进攻 很快进攻关中逼近秦朝的都城咸阳 秦二世惊慌失措 赶快派大将张寒 把在离山做苦工的囚犯奴隶放了出来 编成一支军队 向起义军反托 原来的六国贵族各自占据自己的地盘 谁也不去支援起义军 周文的起义军 孤军作战终于失败 吴广在营阳被部下杀死 起义后的第六个月 陈胜在撤退的路上被叛徒杀害了 陈胜吴广虽然死了 可是由他们点燃起来的反抗秦朝的 那把火正在到处燃烧 在南方的惠基郡声势更大 在惠基郡起兵的是向梁和他的侄儿向羽 向羽是楚国大将向燕 向梁是楚国大将向燕的儿子 楚国被秦国大将王俭攻灭的时候 向燕兵败自杀 向梁老想恢复楚国 他的侄儿向羽身材魁梧 又挺聪明 向梁亲自教他念书十字 可是向羽才学了几天 就不愿学下去 向梁又教他学见 向羽学了一阵子也扔下了 向梁很生气 可是向羽蛮不在乎的说 念书十字有什么用处 学会了不过记记自己的名字 见学好了 也只能跟几个人对啥 没有什么了不起 要学就学打大仗的本领 向梁听他的口气不小 就把祖传的兵书拿出来 给他学 向羽一听就懂 可是略略懂得了个大义 又不肯深入钻下去了 向梁本来是下乡人 因为跟人结了冤仇 避到惠基郡吴忠来 吴忠的年轻人 见他能文能武 都很佩服他 把他当老大哥看待 向梁也教他们学兵法 练本领 这回他们听到陈胜起义 觉得是个好机会 就杀了惠基郡守 占领了惠基郡 不到几天 拉起一支八千人的队伍 因为这支队伍里 大都是当地的青年 所以称为子弟兵 向梁向羽带着八千子弟兵渡过江 很快打下了广陵 接着又渡过淮河地区进军 一路上又有各地的起义队伍前来投奔向梁 和他们联合起来 第二年 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 由刘邦带领来投靠向梁 刘邦本来是佩贤人 在秦朝统治下 做过一名亭长 有一次 上司要他押送一批民夫 到离山去做苦工 他们一天天赶路 每天总有几个民夫 开小柴逃走 刘邦要管也管不住 但是这样下去 到了离山也不好交差 有一天 他和民夫们一起坐在地上休息 他对大家说 你们到离山去做苦工 不是累死 也是被打死 就算不死 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乡 我现在把你们放了 你们自己去找活路吧 民夫们感激的直流眼泪说 那您怎么办呢 刘邦说 反正我也不能回去 逃到哪是哪 这时 就有十几个民夫情愿 跟着他一起找活路 刘邦跟十几个民夫 逃到了盲荡山 躲了起来 过了几天 聚集了一百多人 沛县县里的文书 萧和和监狱官曹申 知道刘邦是个好汉 很同情他 暗暗地跟他们来往 感到陈胜打下了陈县 萧和和沛县里的百姓杀了县官 派人到盲荡山把刘邦接了回来 请他当沛县的首领 大家称他为佩公 刘邦在沛县起兵以后 又召集了两三千人 攻占了自己的家乡 风向 接着他带了一部分队伍攻打别的县城 不料留在风向的部下叛变 刘邦得到这个消息 又回去攻打风向 可是自己的兵力不足 只好往别处去借兵 他到了流程 正好张良也带了一百多人 想投奔起义军 两人遇在一起 很谈得来 他们一商量 觉得附近的起义队伍中 只有向良声势最大 决定去投奔向良 向良见刘邦也是一个人才 就拨给他人马 帮助他收回风向 从此刘邦张良都成了向良的部下 陈胜吴广等主要起义领袖死了以后 由于各地起义的领导权 都落在了旧六国贵族手里 彼此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变 秦国的大将张涵理由 想趁机把起义军一个个击破 在这个紧要关头 向良在薛城召开了会议 决心把起义军整顿一下 为了扩大号召 向良听了谋士 半增的意见 把流落在民间的楚王的孙子 名叫新找了来 立为楚王 因为楚国人对当年 楚怀王受骗死在秦国 一直为他抱不平 为了提高号召力 大家把他们的孙子 仍称作楚怀王 巨鹿大战 向良在整顿了军队以后 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打败了秦朝大将张涵 向宇刘邦带领另一支队伍 杀了秦将李游 向良骄傲起来 认为秦军没有什么了不起 放松了警示 张涵重新补充了兵力 趁向良不防备 发动了猛烈的反扑 向良在战斗中被杀了 向宇刘邦也只好退守捧城 张涵打败向良 认为楚军大伤元气 就暂时撇开黄河以南这一头 带领秦军北上进攻赵国 这个赵国已经不是战国时代的赵国 而是新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 很快就攻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 赵王歇逃到了巨鹿 张涵派秦将王李把巨鹿包围起来 自己带领大军驻扎在巨鹿南面的吉远 他还在吉远和巨鹿之间 修筑了一条梁道 给王黎军运送粮草 赵王歇几次三番派人向楚怀王求救 当时楚怀王正想派人往西进攻咸阳 向宇急于享位叔父报仇 要求带兵进关 楚怀王身边有几个老臣 暗地里对于怀王说 项羽性子太暴躁 杀人太多 刘邦倒是个忠厚人 不如派他去 正好赵国来讨救兵 楚怀王就派刘邦打咸阳 另派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副将 带领二十万大军到巨鹿去救赵国 宋义带领的大军到了安阳 听说秦军声势浩大 就命令楚军停了下来 想等秦军和赵军打上一阵 让秦军消耗掉一份兵力 再进攻过去 宋义按兵不动 再安阳一平就是四十六天 项羽耐不住性子 去跟宋义说 秦军包围了巨鹿 形势这样紧急 咱们赶快渡阁过去 跟赵军里外夹击 一定能够打败秦军 宋义说 我们还是等秦军和赵军决战以后再说 他又对项羽说 上阵跟敌人交锋我比不上你 要说坐在帐篷里出个计策 你就比不上我了 他还下了一道命令 将尸中如有不服从指挥的 就得按军法砍头 这道命令明明是针对项羽的 项羽气的要命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一月的天气 北方天冷又碰着大雨 处营里军粮接济不上 兵士们受冻挨饿都抱怨起来 项羽说 现在军营里没有粮食 但是上将军却按兵不动 自己喝酒作乐 这样不顾国家 不体谅兵士 哪里像个大将的样子 第二天 项羽趁朝会的时候 拔出剑来 把宋义杀了 他提了宋义的头 对将士说 宋义背叛大王 我奉大王的命令 已经把他处死了 将士们大多数项羽的老部下 宋义在将士中本来没有什么威望 大火箭项羽把他杀了 都表示愿意听项羽的指挥 项羽把宋义被处死的事 派人报告了楚怀王 楚怀王虽然很不满 也只好封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杀了宋义以后 先派部将将英部蒲将军率领两万人 做先锋渡过张水切断秦军运粮的道 把张潭和王黎的军队分割开来 然后项羽率领主力渡河 渡过了河项羽命令将士 每人带三天的干粮 把军队里做饭的锅子全砸了 把渡河的船全凿沉了 这就叫做赫府沉舟 府就是锅子 对将士说 咱们这次打仗 有进无退 三天之内一定要把秦兵打退 项羽的勇气和决心 对将士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储君把王黎的军队包围起来 各个士气振奋 越打越勇 一个人抵得上十个秦兵 十个就可以抵得上一百 经过九次激烈的战斗 活捉了王黎 其他的秦军将士 有被杀的 也有逃走的 违据律的秦军就这样瓦解了 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 有十几路人马 可是他们害怕秦军强大 都扎下营寨 不敢跟秦军交锋 这回听到储君震天动地的喊沙声挤在壁垒上看 他们瞧见储君横冲直撞冲进秦军的情景 吓得伸着舍头 顶住了气 感到项羽打垮了秦军 请他们到军营里来相见的时候 他们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 连头也不敢抬 大家宋扬项羽说 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 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 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 打那时候起 项羽实际上成了各路方秦军的首领 非常感谢 您又跟我读完了四章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秦始皇希望他的秦王朝 可以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 他是始皇帝 然后二世三世四世 我们已经看到 就是秦始皇死以后 他的尸体不能够下葬 只是因为权力斗争的原因 他的不能够下葬 尸体服臭 跟咸鱼放在一起 才运到了咸阳 我们也看到了 李斯他最后的下场 李斯曾经是秦始皇 最得力的助手 但是他为了自己 保住自己的成像的地位 去把扶苏还有蒙田害死 结果自己的下场也变不好 之后引起了 各地的农民起义 最开始的就是 陈胜无挂 接下来我们又讲到了 刘邦向雨 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我们还会继续讲 刘邦向雨 现在外面下着大雨 可能大家都听到了 听到我的狗一直在哼了吗 因为它很想出去散步 但是没办法呀 下雨天又不能带它出去散步 所以它就要一直哼 一直哼的让我能够带它出去 但是我总是跟他说 非常抱歉呢 现在没有办法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记得按下面的关注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